戴着护目镜 手上拿着玻璃棒和铁棒 小心仔细地在高温上千度的火腔前 将玻璃棒软化成麦芽糖的样子 他是流传天下流星花园创办人周雨萱 其实我不是淡水龙 我是在台北出生的 当初创作的时候 希望能够找一个风景还不错的 不要在那种吵杂的地方创作 淡水条件不错 有山有水有海 我就在这边设立一个创作区 我们流利的部分就有分 催制 拖拉 融合 拉丝 热硕 很多各种技法 我们都会把它做一个比较深入的研究 我一直都很喜欢大自然的东西 尤其是未来会很希望能够发展台湾的一个特有种 其实琉璃它的广义来讲 广义来讲 它就是一个艺术化以后的玻璃 就像衣服我们设计过之后 它变成了礼服 琉璃也是一样 灵感有很多是来自大自然 我很喜欢去看看动物 有很多其实不是乱想出来的 当你接触念广了之后 比如说我们也接触陶瓷 那陶瓷的诱料跟玻璃 其实它是雷同的东西 你就可以从这边又延伸到陶瓷 就从陶瓷再延伸回来 周宇轩其实不是设计相关背景出身 大学在英国主修航太工程 受到欧洲艺术文化的影响 开始对琉璃产生兴趣 回到台湾后靠着自学 摸索出属于自己独一无二的琉璃创作 一个人在英国没什么事做 每天就是不是这个艺术馆 还有就是那个科学馆 大英博物馆等等 那个时代 他们去看这些馆是不用钱的 在这种情况下 很多种子它就买在心里面 那其中一棵就是艺术的种子 台湾有一天后来就想 也没想太多 所以先买个读子再说 做做看 刚开始的计划 它赶不上变化 那艺术一样 我们做的时候 研究材料 这为什么会失败 当出现问题的时候 我们去研究那个问题点 去解决它这样子 你好欢迎光临 欢迎来到流传天下流星花园 淡水是很棒的 有山有水 希望这里成为我们淡水的一个地标 我们这个目标是这样子 周宇轩将一间原本外观空荡荡的铁皮屋 一手打造成流星花园 到处可以见到琉璃装饰 外面种满了花草 室内则设计了咖啡区 露天花园 游戏区 DIY等等 目的就是为了让游客从体验中 感受到琉璃的美好与乐趣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还有一些木工的游戏区 里面有弹珠 或许弹珠就是我们最开始 从小时候开始接触的琉璃了 我们主要的是希望能够分享 艺术生活 创意人生这样子一个概念 那以琉璃为一个出发点 把这个台湾深耕的艺术 能够延续永远的延续下去 也希望能够跟当地的艺术家 做一些合作等等展览 分享我们这边所发现的一些 新的技巧技术这样子 感谢您的感觉 感谢您的感觉 地转发也订 ent Indeed 初次回到自己的感觉 提醒您的感觉 为您请您提醒您